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因為新北市好區不多 江翠北市的重劃區算是一個比較好的地區 因為捷運都有了 它又是板橋 所有的好東西都在板橋 新北市真的 我在板橋擠得要死受不了 什麼新北耶誕城啊 然後什麼選舉造勢啊 新北市長一定還是在板橋幹嘛幹嘛 板橋有火車站高鐵站什麼都是板橋 所以江翠北市重劃區變成投資人超愛的 江翠北市到底哪一區可以買啊 哪一區最好買ABCDFG這麼多區 而且每個建商 不管是用什麼紅單在做的啦 假裝賣很好的啦 或者是說什麼 什麼東西在江翠北市都有 所以你說ABCDFG到底哪個案子可以買呢 我個人覺得 我曾經講過 我個人覺得啊 我覺得區域稍微比較好一點的 應該是在 E區 D跟E是稍微比較好一點的 為什麼 捷運線在這裡 好 E區離捷運稍微近一點 G還沒出現 F區因為有高架橋的關係 這樣我臉超黑的 沒關係 F區因為有高架橋的關係 會造成風水上砍來砍去 有沒有 它的地勢是不好的 這個是都市計畫圖看不出那個地勢 可是你到F區你自己就知道 橋面這邊砍來砍去 像一把刀砍來砍去 F是這樣 然後E離捷運比較近 然後D呢 離橋太近了 大漢橋 因為大漢橋其實不是只有橋 它還有那個 六四快速道等等 這邊有一個 有一個很多的高架 所以你D區太靠近 這一個高架區了 它的居住的環境 location是不好的 是不好的 真的喔 然後離捷運站也太遠了 你說 捷運 捷運走到這邊是這邊的 你看假裝在分這個 假設在分這個字 D 走到捷運線 真的有一點遠 真的有一點遠 走路可能要15分到20分之內 你可以自己走走看看 你可以接受 這麼遠的距離 好 那C區呢 你說中間J區呢 當然不好 因為士板橋人都知道 新海橋的隔壁就是殯儀館 這個殯儀館影響所及 這邊寸草不生 飄味十足 所以J區離飄太近了 哇 什麼茂德國菜 不管建商如何 太靠近 殯儀館就是不好 心情就會改移 所以J區不好 AB呢 有果菜市場 有一個最大的批發市場 所以AB區 對我來講也沒有很好 它的扣分數蠻高 蟑螂老鼠都比較多 知道嗎 ABCDF區 但 你說蟑螂老鼠可不可以買 便宜啊 以後轉售會變成嫌棄嘛 所以你賺不了太多錢 就是會變成七折八抗就便宜嘛 你說殯儀館可不可以買 殯儀館第一排當然可以買啊 你不信你的還是可以買啊 只是說轉售的時候比較困難 房價就拉不上去 可能就往下跌而已 隨著那個出殯的隊伍的靠近 就會比較多 然後你像風衣吹來 那種飄味有沒有 就是燒那個金子的味道飄味啊 這個四板橋 不是這個四板橋 新北市人都 你遲早會來這邊一招的 你去過你就知道了 所以C區就是一個最大的問題 好啦 現在你知道 各區大概是這樣 所以江翠北側就是開始用力的 草嗎 可是因為板橋實在沒有地啦 板橋很密啊 像我家附近都密密麻麻 沒有什麼土地啦 買房子不一定要買新的 中古屋還是不錯的啦 中古社區還是滿好的 因為全部社區廣告好的 你也不要管說什麼 新房子 你不要以為新房子比較好哦 新房子 剛交屋就漏水 這個事情在台灣 是很稀充平常的事情哦 越大的建商 越會犯這個問題哦 所以你不要以為新房子 比中古屋好 你懂嗎 新的不一定比舊的好 舊的修過了還比較好一點 知道哦 我會知道 我會知道 那些什麼東西 現在是有很多好的 我會知道 你不懂得 這什麼東西 那些什麼東西 你不懂得 你不懂得